中方认为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不能针对第三方 不能损害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我们要求美方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时 必须尊重地区国家求稳定 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心声 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摒弃霸权和冷战思维 为帮助摩洛哥应对当前重大地震灾害 中国红十字会已宣布向摩洛哥红星约会 提供2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线会援助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也宣布 愿根据摩洛哥方面的需要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中方愿根据魔方需求 继续向魔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